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八零,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素素青阳,均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感谢您的收听 第2052集 夏小兰诧异地看了白珍珠一眼 珍珠姐,你的家底比我想的还要厚一点啊 好了,气氛不要这么严肃 这一千万能凑就凑,凑不上也没关系 一亿是本钱,九千八百万或者九千五百万就不能当本钱了 夏小兰诗想给朋友们发点零花钱 愿意跟着他投的才有机会领零花钱 实在不愿意,这事也就作罢 夏小兰一点都不怕这些人生意比他做得更大 一帮朋友只有他一只独秀才没意思呢 生意上遇到麻烦,想互相帮忙都不行 都是穷鬼,怎么绑 所以大家经济上都宽裕才更好吗 假如他今天是借钱 白珍珠一下拿出四百万 也能解他一部分燃眉之急 凑,怎么不凑啊 我也能出四百万 陈希良也赶紧表态 他的四百万怎么来的呢 露娜这两年的分红,加上陈希良的批发摊位赚的 拍电视剧走的是露娜的公账 根本没用到陈希良的钱 那笔钱本来就是找银行贷的款 要用来买Elegance Elegance被于是化截胡 贷款来的钱也不能闲着不用 夏小兰拍板,拿去投拍电视剧了 陈希良这两年赚了不少钱 没啥花大钱的地方 可能最奢侈的一笔就是在罗湖天城买了两套房 他与诺能拿出四百万 估计也要东挪西凑套老本 陈希良倒是大方 康伯不同意了 你俩把大头都出了 没给我剩多少啊 这样吧 陈哥和珍珠都让一步 你俩各自出三百五十万 给我和光荣留三百万的份额 我出二百万 让光荣出一百万 邵光荣哪里拿得出一百万呢 他除了建材店 并没有其他来钱的源头 是个拿死工资的公职人员 何况他在建材店的股份也减持到了百分之四 康伯帮他说这话 就是要把一百万给他垫上 就像当初借钱给他入股建材店一样 邵光荣脸皮没那么厚 拿康伯这么多钱做人情 这样吧 康子 你出两百六十万 剩下的四十万 我尽力 四十万 就是邵光荣能拿出来的极限了 有他在建材店陆陆续续的分红 加起来不过十来万 他在单位上吃穿不能太高调 连摩托车也不能玩了 还真没有多少花钱的地方 他倒是极想对小油花钱 可是人家小油不同意呀 所以 邵光荣的分红除了还康伯本金 基本上都攒下了 当然 有十万 距离四十万 也还差三十万呢 邵光荣琢磨着 把家里亲戚的家底都掏一掏 他父母的 他大伯的 其他邵家人 及几家之力 难道连十多万都凑不到 这就还差十几万了 再想想别的办法 四十万是邵光荣 比较有把握的一个数 康伟也没有当场和邵光荣掰扯 强行替邵光荣出钱 才是让邵光荣颜面扫地呢 夏小兰看明白了 这些人可能以为 他在借钱呢 喂喂喂 各位听我说 这一千万有没有都没关系 你们再筹钱给我的前提 是不能影响自己生意的资金流动 要是那样 这钱我还不如不要呢 在股市赚钱 就是一锤子买卖 陈希良等人的生意 逐渐走上正轨 那才是大家长远发展的根本 要为了这次投机 而影响到生意运作 夏小兰认为 是德不偿失 白珍珠说不影响 其他三人都说不影响 份额就这样确定下来 陈希良出350万 白珍珠350万 抗尾260万 烧光荣40万 在一周内凑足1000万 交给夏小兰 大家连各自出钱的份额 都商量好了 夏小兰当然要把风险说清楚 她简单说了下自己的打算 强调了这不是借钱 而是投资 投资可能会赚 也可能会亏 大家朋友一场 我也不想因为这点钱 把交情毁了 我认为会赚 那没准亏了呢 如果认为自己承受不起 亏钱的损失 就当我刚才的话没说过 钱的事不用再提 不影响我们几个朋友的感情 她觉得能带朋友们发发财 那万一操作不好 没发财呢 任何投资都具有赌性 十年后 索罗斯介入1200亿 做空港币 其他跟风投机者 跟在索罗斯屁股后面 过来喝汤 这群鲨鱼 把东南亚好几个国家都搞垮了 以为港岛也受不了这个冲击 原本恒生指数 在未受到索罗斯狙击前 高达16000多点 索罗斯和他身后的 跟风投机者用一年时间 把恒生指数砸得只剩6000多点 港岛股民都绝望崩溃 以为港岛的结局 和被搞垮的几个东南亚国家一样 对港岛政府成功就势 不抱任何希望 可那时候 港岛刚刚回归华国 华国政府能看着港岛被打垮 华国政府不要面子的吗 刚刚从英国手里 把港岛收回 结果港岛经济崩溃 华国政府肯定不能忍的 有人说 华国政府是调集了外汇储备进场了的 也有人说 华国政府的外汇储备 还没真正用上 就是站在了 港岛当地政府的背后 都让港府 有了莫大的支持和底气 反正港府 最终就是成功 索罗斯被击退 虽然港岛人在这场金融大战中损失惨重 无数人变成了负资产 那也比泰国等东南亚国家 要好上许多许多 夏小兰没认为 自己比十年后的索罗斯更牛差 这人是能横扫东南亚的 这么牛的人物 都有判断失误的时候 没在港岛捞到预期的收益 夏小兰靠着点先知先觉 照样不敢打包票 他做的任何事 都会造成难以预料的连锁反应 若是因为他调集一亿资金的举动 十月份恒生指数没有暴跌 夏小兰要去做空 好吧 亏钱的可能性不大 就是赚的不多 恒生指数肯定会跌 就是跌多少的区别 夏小兰把丑话说在前头 就是让白珍珠等人有个心理准备 他愿意带着他们赚钱 是一回事 不能保证每次都赚 若是亏了 大家也要承担各自的损失 因为输不起而埋怨他 夏小兰不是啥好脾气 照样会翻脸 三百五十万 只能占百分之三点五的份额 陈希良咽了咽口水 夏姑奶奶账上的钱 岂不是高达一亿 一亿是几个零来着 资产还不足千万的陈希良 掰着手指数了会儿 口干舌燥 我不怕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